正当人们对导弹打游击的成功和喜悦时 U2却突然能够准确地预感到来自地面的危险 在临发射导弹前逃之夭夭 让导弹兵们通芒异常 周密计算之后 地空导弹兵们发明了尽快战法 他有求把人的反应和能力发挥到极限 陕西省西安市 空军副司令员成军领着他的战勤班子 还有四个副营长搬进了这幢建筑 成军来这里是要决定四个导弹营的阵地位置 当时墙上挂满了军用地图 窗外西洋写照 成军是个谨慎周密的人 而且势必攻亲 伊营的阵地原定在远处右边的园上 但成军担心一级火箭会落在宝基市区 又一番跋涉后 成军在这边园上一个叫盘龙山的小村子附近 找到一片开阔地 反复确定不会伤人后 才亲自打下了定位的角子 新的作战计划非同寻常 是针对U2新进难以琢磨的躲闪制定的 二营定在护县 三营在咸阳 假如U2直飞过来 他要绕出两个营的防区才能逃脱 在他们后边 一营在宝基 四营在凤响 这是第二道阻击线 沿卫和两岸 四个营的十二发导弹编织成集群火网 尽管临战前二营被调回北京 蛟龙夫人恐怕仍旧是凶多吉少 难逃这一劫了 在最后的作战会议上 成军似乎对尽快战法仍旧没有把握 而对集群火网的威力更有信心 最后的作战命令 在晚开天线的时机上 要比苏军教令大大前进了一步 却又比自己的尽快战法 后撤了一小步 古老的关中平原 就在古代帝王们的灵寝之间 神不知 鬼不觉 潜伏下了一支高级数部队 据说关于集群火网 聂荣真元帅也参与了一舰 1963年9月25日 沿海警戒雷达发现一架U-2从台湾起飞 四五个小时后快到西安了 这位飞行员万没想到 在这座历史名城深厚 大陆地空导弹部队的几乎全班人马 都在望远欲穿地等着他呢 西安国际机场 如今已经是一个繁忙的航空港 而在几十年前 这里只有一条土跑道 当年三营的阵地就设在跑道的那一边 游二先进入了三营的防区 果然开天线后 焦龙夫的立刻有了反应 这两次是爆出数字了 三点第一点第二点没看出来 第三点就发现漂亮了 距离四四目标策飞 我们营长的配合你也很好 光天线 半部天线光了 光了以后这件事 然后呢他可能就会想说怎么回事呢 他就会 由于开天线还不够晚 三营最终于机会擦肩而过 至今心中正仍旧万分遗憾 当兵的谁不想打个仗的 不打仗就当兵干什么的 现在这的确是傲伤 游二在不断躲闪三营的制导雷达后 闯进第二道阻击线 四营也按折中方案打 结果开了两次天线 可惜都没有得到发射导弹的机会 导弹兵们眼睁睁地看着游二 绕过自己飞向西北的河基地 将近四十年后 盘龙山村小学的孩子们 看到一位奇怪的老者 他在寻找当年阵地的痕迹 或许还有他的遗憾 主要是在寻找当年阵地的痕迹 在寻找当年阵地的痕迹 或许还有他在寻找当年阵地的痕迹 11月1日 二营一下火车立即奔赴阵地 上级命令必须以最快速度赶到 当晚零点就开始战备值班 但出城不久 头车就在上饶城外的新疆桥头停了下来 当年的新疆桥四周是一片荒野 桥栏杆残缺不全 桥面铺的是木板 有的已经腐朽 很难让人相信 它能经得住一个重装备的导弹营 最后营章就根据大家的意见 就下了决心 试验通过 他说了 不通过我们有什么理由 没有理由跟上级报告 这个桥我不能通过 对不对 那么通过了 咱们要甩了 咱们全英也就失去战斗力了 也没法跟上级交代 最后的决定还是要冒一次险 先过一辆最重的发射驾车探路 警方参谋陈辉廷和发射连连长陈战奎 跟着车紧张地走上了桥 我们在后边看 当这个发射架一进入窍面的时候 那窍都是明显的 是晃动的 干脚出来 明显的干脚出来 晃动的 像这个中量上去以后呢 有的那个桥梁那个板子 还得直直压压的 有的叫吧 还有的到时候过到中间 的时候一块板子 叫那个乱带压薄了以后 叼到 敲下去 因为事业它没掉下去 我就得过 是吧 就这样慢慢地通过 阵地上架设兵器的速度 让人演化缭乱 此时的五四三官兵 对手中的兵器 已经相当熟悉 情况非常紧急 优二随时会到 经过连续行军 已经是人困麻烦 但营长们咬着牙命令 立即展开兵器 而有的营 由于距离太远 这时仍旧在公路上